小心 我们可以去看台湾的司法室上面 台湾社会重大的这些案件 我请问 有谁 有哪一个家族 一个这么大的案子可以拖14年 所以是谁在利用政治 利用选举 很清楚 我不客气地讲 云林张家 长期以来 以选举与政治 来当他们的保护伞 不是这样子吗 前几个前两次 曾经判无罪 他们就说司法很公道 现在判有罪确定了 就说很卑劣 那这不是很莫名其妙 他们判有罪无罪 各在马英九跟陈水平 各国民党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各曾经有罪无罪的判决过 所以当然题外话是 我们认为要推动司法改革此其实业 如果司法改革 如果我们有很公正的另外一个司法制度 比方说这个陪审团制度 把重大的社会争议案件 像这样的案件 以陪审团制度来判 可能就会减少这些争议 不过很清楚这个案子 跟了五六七八省到现在为止 这么确定下来 我想张家心里有数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的案子 所谓的焚化场这样子的弊案 其实对于张家 长期他们在经营在做的 这个叫小菜一叠 这个只是甜品 只是副食品 其实张家对台湾 包括尤其对中南部农民 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个蔬果的控制 蔬菜水果 我跟大家报告 大家冷静去想 吴英灵那个时候说 谁介入 其实也有张荣卫的生意 对 其实这个才是他们主要的正途 小薰我们冷静去想 假使说这次凤梨真的崩盘 真的说农民 在地农民是产培 那大家想想 我今天拿北农这个素质 北农我们正常一斤 17块7 我们消费者算市场上买 就是上品跟所谓的一般的平均 我们买一斤买20几块钱 消费者也没占到便宜 我们以合理的价格 有时候甚至要贵的价格 那这样中间的钱跑哪里去 农民产培 消费者也是高家在付 那中间你看 永远这笔钱不见了 那我们民进党执政 就是长期在追这个 就是中间商的剥削 中间运销商 他们怎么上下其手 那现在问题来了 张家长期从事的 张家不是农民 当然他们对长期跟农民在一起 张家不是农民 他们本身没有务农 他们长期对农民也有很多服务 这是事实 不过张家做的跟刚才我们讲的 阿熊他们做的都类似 是行靠啦 中间商 那大家冷静想 中间商去跟农民收购的时候 他一定是怎样 他一定是把价格讲低嘛 本来我该五块八块合理一斤来说的 他一定是说 阿熊购标 人家两块三块就要买了 你再买他买 明天再 再刷得更多 可能就两块 一块就搞不好就搞不好 所以他们的立场 他们做中间商本来这个就是会跟市场跟政府跟农民对坐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对不对 就是说他们不应该用不实的资讯 对 去放空 在金融市场上你无意刻意的去放空 这妨碍金融是重罪 我刚引用刑法251条 这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政府唯一可以用的一个法条 而妨碍金融那是重罪 妨碍农产品交易这个两年以下 所以我认为当今之计 第一点我们政府应该呼吁 把这个事实真相跟我们全体农民 跟全体社会报告清